上罗最后我们跟他讲的这个文件的权限的问题对吧 还有呢 当时我们演示了一个东西 是不是当时没有跟他演示出来啊 是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重现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好 我重新启动一下模拟器 我刚刚我得做一下 我得把这个勾上一下 表示是不是恢复到出厂设置啊 好 重新启动 好 启动了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这个模拟器啊 就是一个干净的模拟器了 就是最最原始的状态 明白没有 好 现在我们呢 去把我们早上写的QQ登录的 那个应用程序 发布到我们这个模拟器手机上 OK吧 来 我们右键 等他启动完仇 好 来看啊 这个应用程序是不是发不上来了 发不上来了 然后 你比方说我输入个QQ号码 然后当当当当 然后点击保存 是保存成功了吧 好 保存成功了 我们adb shell到这个手机里边去看 adb shell 回车 回车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叫什么呀 叫qq 是不是qqlogin呢 所以我就cd到哪里 写杠date date 然后com.ig黑码点 怎么样 qqlogin 回车 对不对 然后ls 好 那我们注意 这一次刚刚点击保存时 这个qq号码跟qq密码是保存在哪个目录下 是在files这个文件夹 对不对 所以我们ls看一下 对吧 好 这个是files文件刚刚生成的 我们来看 早上我们是不是使用轻轻mod 去777去更改了files文件夹的权限了 然后我们一更改 后边是不是都变成了rw了 好 然后回车 然后ls-l 这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我们这个改了之后 然后我们又发布了我们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这个05这个应用程序里边去测试 看能否读取这个里边这个文件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演示的结果是什么呀 是不是读失败呀 对吧 读失败 好 大家看还是这个失败吧 说明是不是进到这里边来了 好 进到这里边来了 那我们早上这样改 意思说改就不行了呗 对不对 好 注意大家 实际上我们改的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我们疏忽了一个地方 哪里的 你注意 这个files文件夹里边 是不是还有那个info.cit啊 你进去 然后你ls-ls-l你看去 什么 什么意思 是不是 还没有改吧 所以最终导致的结果又是什么呀 读取失败了 没权限 是不是 读取失败 是不是 原来是这样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怎么改啊 change mode 什么呀 777 对吧 777 然后改成info.txt 对不对 当然 我最后这个 我不搞77 rwx 一个是4 一个是2 一个是1 对不对 那 r跟w r是表示读吧 w表示 写 是不是 我们要 改了是不是 4就可以了 所以我直接改一个 就改个4 不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 重新启动一下这个05 这个应用 你看到结果是 是不是 明白没有 好 这我们就了解了 所以以后你自己 在用的时候 你比方说 你自己进入公司之后 你在操作一些文件的时候 你比方说 你没有权限 那你是不是会去 修改文件夹的权限了 但你要注意 修改文件夹的权限 并不会将文件夹下的 文件的权限 一并修改掉 那你到时候就应该知道 是不是进去再看一看 所以大家也不要疏忽了 是不是 好 行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 对吧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地方 还有 上午最后啊 还有些同学在问我 什么样的问题 他老师 你看这个 你说每一个应用程序 都会有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组的 这个问题啊 对吧 那你来看 我这个DataData下边 我这每一个包 是不是都代表了一个 都代表了一个应用啊 那我的QQ Login 这就有一个应用 那他 这个应用本身 他对这个文件夹 就有RWX 就是读写 以及执行的选线 明白没有 然后这个应用 所在的那个组呢 是具有什么样 读和执行的选线 没有写的选线 对不对 那组之外的呢 只有执行的选线 好 那我问大家 这个跟这个 是不是两个单 两个独立的应用啊 对吧 这个应用 那也会有自己的 那个所在的主吧 那也会有自己 以及自己所在的主 还有自己所在主之外的人 对不对 那你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QQLogin 是不是就是这个 组之外的一些成员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对 他不会在同一个组 注意 他不会在同一个组 有些哥们会说 他为什么这个QQLogin 不可能在这个组里边 注意 这些东西都是 Android的系统里边 已经指定好的 明白吧 你没有机会去更改他 明白吧 并且要注意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这个DataData文件夹 对吧 注意 你现在 这看到是不是模拟器里边的 真正开发过程中 像你们出去做开发 你们都是做APP的 APP的程序员 你拿的手机 都是一个 Product的版本的 都是 当你ADBCL进来之后 你看到的都不是紧号的明白吗 都是什么呀 Dollar的 Dollar的话 那我跟你说 你这些文件夹里都根本看不到 你最多只看到一个 看到MNT这下边 有没有 即使你能看到这些文件夹 你也发现 你再点开 你再点开 你发现 根本都长不开了 你没有相应的权限 有没有 搞清楚了吧 大家 所以 所以 这些东西 都是 Android的底层 有时Linux的内核里边 已经设定好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改 没有 好 当然 他为什么不让你去更改 这是为了安全性考虑 对不对 为了安全性考虑 那 你想一想 那也会不会说 老师 如果我现在有程序 我就想把这个数据暴露给别人用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存到你这应用程序私有的 怎么办 你存到MNT SD card嘛 人家给了你这个 是不是 人家还同时告诉你 如果你应用程序私有的 你是不是就存到你应用程序私有的文件 要搞清楚啊 所以 这是保存数据